禮拜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注意就是说 那个VBA我想跟一般的那个函数的公式下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你也不需要说太紧张 其实基本上它就有一个逻辑 它有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把这边合格不合格 快速的按个按钮 自动呢可以把结果输出到我们的画面上面 那一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讲过就是范围 那范围的话是从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for回圈 就可以制定出它的范围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 你确定一下你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哪一列 比如说第二列 这个应该是确定的 可是第七列如果不确定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去侦测说 到底你这个四算表范围里面 最下面一列是在哪一列 这个部分好像前面有跟各位提过 你也可以把它第七列改成用侦测的方式 第一个是范围 如果以后就等于是套公式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一幅的 以后呢在VBA里面呢 用一幅的方式 特别注意 画面先借给我一下 那以后这个一幅的公式 我想将来慢慢各位要习惯了 在那个程式设计里面 基本上呢就是 一定是IF开头 然后中间就是加上什么 你的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呢 你就看一下你是第几栏 输出 输出这个是逻辑判断的栏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sale sale sale意思就是说你储存格 是在哪一列 的哪一栏 哪一列的哪一栏 那这个部分你可以慢慢把它当成公式来看待 如果大于等于60表示几个 then 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呢 IF 条件 then 把 then下面这一行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做什么事 反之else 反之做什么事情 就写在这里 ok 那后面的话 END IF 那如果说你的程式里面 没有else 没有反之的话 那你底下这里好像可以不用写 结构的话就IF 什么条件 then 然后呢 END IF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 ELSE IF 就是反之 也就是说二选一 不是 逻辑成立 不然就是相反 就是不成立 ok 那这个是二选一的方 二选一 二选一的方